好,那我们就接着上期的旅行清单说 29,小手电筒,夜晚外出或用于拍夜景用 头灯,比如说去夜外地区,像我们以前去亚马逊 那么头灯和手电筒都应该是必须品 30,厚薄袜子,内衣内裤若干 31,如果没有国际旅行计划,建议关掉手机国外漫游 不然的话,你回来的话,一看手机的账单一大笔钱 32,money belts,因为去有些国家呢,小偷比较多 比如说像意大利,西班牙,有些人的话呢 就会买一个money belts,然后呢,裹在腰间 或者一些新钱的比较隐秘的小包,然后呢,塞在衣服里 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你的钱财的安全 33,小光眼镜,如观察鸟和野生动物 可以用爱好拍野生动物和鸟的,可以带一个长江镜头 比如说去非洲或去其他一些雨林拍鸟 动物离得很远,那么长江镜头就可以拍得很好 水果刀,这个刀,小剪刀 有的小剪刀可以随身带 那样的话呢,用起来比较方便 比如可以买一个新的东西,需要剪掉标签 那个标签很难剪掉 然后还有就是衣服的线头啊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口袋放得很紧 用小剪刀剪,比较方便 有时候剪一下要劈的指甲 小型的手提电脑,电源线和充电线 浏览照片删除不好的,可以备份 也可以方便的编辑照片 36,女性化妆品,口红洗面奶,精华保湿防晒霜等 如果是随身带,那么液体或膏状都要求有旅行的尺寸 可以上网查一下 一般来讲,护肤、淋浴、酒店都有提供 化好妆,心情好,人漂亮,照相也漂亮 度假吧,怎么开心,怎么来 男士的话,别忘了带瓜糊,用品等 37,消遣的书 像我的话,坐飞机的话,喜欢带一本 侦探的时候,这样感觉时间过得比较快 38,如果是自驾游 最好在家里,打印好 开车的线路图,或者是 存在Google Map里 39,如果是单身的话 没有人帮你照看猫狗 你要旅行前 把猫狗托付好人 40,把该付的账单和信用卡 账单付了,免得玩回来 持付或者是忘付 出去玩这种事都不爱管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网上,然后呢 选择自动付款 记者,如果旅行期间 家里没有人,要关火,关水,关煤器,关灯 关好门窗,锁好门窗 或让邻居帮你定时照管一下 41,尼龙雨衣 这个呢,要是去的地区病 当然你也可以带一把遗伞 视情况而定 42,眼罩,脖子垫 充气的或不充气的 我呢,基本上从来不用这些 但是有的人呢,认为有用 帮助他们可以在飞机上好好地休息 和睡觉 43,带一支笔和小的计时纸片 我通常的话是 记在手机里 但有的时候找人写个东西 或自己写个东西比较方便 44,去洗手间挂包的勾 外面有的洗手间没有挂钩 所以你要把包放在地下 然后呢,不是很卫生 45,一些食品袋 购物的缩料袋 可以方便车上扔垃圾 还有手指 比如说车上吃了东西 或路上也在方便时候用 46,耳机 手机的耳机 或可以用在飞机上的耳机 方便飞机上看电影 听音乐 当然有的那个飞机上 它是可以发 但有的飞机上是要插着你钱 比如说5欧元 47,所带重要文件 比如信用卡 护照 驾照的复印件 以便丢失的时候 方便挂湿 48,外套 活 尼龙 厚的 薄的 或中厚的 挡风 各一件 以防天气有变化 比如我们有一年去九金山 都七月份了 天冷的像冬天一样 如果你要不带那样 挡风的外套会冻死的 49,如果 自己出门旅行 不方便找人接送 而又有现成付货费的 停车卡 火车通票 别忘了带上 还有你自己的车钥匙 这样可以方便 从机场或火车站 开回家 50 我买了一个旅行背心 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放到15磅的东西 有一次我超重了 然后我就把超重的东西 放到了旅行背心 穿在身上 然后它们就可以让我过关了 51 要去的地方需要电子签证 最好在家打出来 或者要事先让你填一个入镜申请表 你最好也填好带上 52 自拍单 比如在高处建筑 如爱菲尔铁塔 或乘坐热气球